Hello 上兩個星期分享傳統萊白糕 今天就分享素萊白糕 雖然就說是素 但也不是說萊白精萊白糕 因為白泥曬就不太好看 尤其是新年 這次的做法有點不同 因為我們自己用機打煎米 原來煎米都有兩種 我們現在聽聽老闆怎樣說 舊的品種再來一年 最新品種再來一年 一定要舊的再來一年 那一般的米做出來會怎樣 你幫我沉吧都行 做完之後 就不用洗 謝謝老闆 煎米不用洗太大力 洗兩次 洗乾淨的塵就可以了 接著用溫水浸去三個小時 如果冷水就要五個小時 風菇也是 如果想快就用溫水浸去三個小時 接著切片切丁也可以 可以的 切條比較有潮頭 大概像尾紙一樣 這樣就可以了 打動去切就很容易滲刀 每次都是做很多的 所以比較懶 都是用雞尼泡 煮蘿蔔不用給水 因為它本身有很多水分 現在主要是給它熱度均勻 小針火煮15分鐘 浸完米就要完全乾淨水 浸過米的水都很有營養 所以我們用回去打米針 打了一分鐘之後 米已經碎了很多 到現在還沒得到 我們要打多一分鐘 然後再看看 如果米比較多 就要分幾次來打 現在拌上來 有優沙的感覺 就可以了 15分鐘之後 蘿蔔就蒸好了 現在太熱就不適合 糯米漿 要等它溫溫的才可以下 糖 和乳酥粉 和蘿蔔洗乾淨 鹽皮 現在剛剛刨完的蘿蔔 就順便刨進去 冬菇呢 我們就拿一些水出來 冬菇呢 我們就拿一些水出來 金菇炒至金黃色 好像瑤柱 是不是 炒至微微金黃色 白泡到好絲 而芹菜藥吃到很細 所以炒大約兩三分鐘便可以了 炒完要記得把筋放上來 把魚灰清淨 把最小的火煮高 把剛才炒的 留一點來做裝飾 然後全部加進去 芹菜就不需要加 因為芹菜呢 我們想吃它的口感脆脆 我們要不停手攪住它 因為是很容易燙的 直到他窄為止 這個水份的比例就剛剛好 如果不小心給多了 現在就要關火 讓它冷了一點 然後再加一些濕粉 然後再開火 煮回去 煮到好像這麼滑就OK了 少許油 塗勻 蘿蔔糕熟了才容易脫毛 水滾就放進去 煮一個半小時 米漿就煮久一點 用錫紙包出來蒸 蒸出來會很漂亮 剛巧今天的錫紙用完 可以用中火來蒸 蒸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蒸之前要多給點水 偶爾也要看看 如果水快沒了 我們要加溫水進去 蒸好了 先試一下 沒有黏紙的筷子就OK了 讓它完全冷了才容易脫毛 也比較容易切 最好就等它冷了之後 再放進冰箱裡 最少是冷去六個小時 讓它完全吸收水分 那就很容易切了 表面塗些油 可以防止是沒有那麼乾 冷了一晚 如果是自己吃的 現在就可以煎來吃 如果送給朋友 就要幫你化妝了 是完全沒有藝術細胞的天份 所以這頂花做出來不太漂亮 重點是看上來煮不煮這頂花 把刀塗些油來切就不會太黏了 我做些蘿蔔糕是用很多很多蘿蔔 加上金菇和紅蘿蔔特別清甜 這次的比例是三分之二 用來切蘿蔔條 膏咬下去就好像有汁 也就是這樣 真的很好吃 蔥和蛋有不同的食法 真的很懷念 以前小時候我媽媽經常煎給我們吃 一會兒 好